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就是信賴天主 耶稣曾經顯現給聖女父天吶對祂說 如果要獲得我源自慈悲的恩寵 只需要一種器皿就是信賴 人靈越是信賴我就會領受越多的恩寵 人靈如果對我懷著無窮的信賴 可以給我極大的安慰 因為我會將所有寶貴的恩寵傾著給祂 那什麼才是信賴天主呢 首先我們會看一下一個比較經常聽到的 跟信賴天主相似的字就是信心 信心是我們日常生活裡面不可或缺的 我相信這個人是我的父母 不是因為我驗過基因 你去餐廳吃飯 你有信心那裡的東西吃了之後不會中毒 信心就是指一個人對於某人或某事 相信會是這樣 另外信心也可以是指一個人 因為另外一方答應幫助自己的說話 因此唯有希望 當中信心會包含一種堅定的意見 這些堅定的意見不單止是對方說的話 亦可能是因為在對方身上發現到或考慮到一些條件 這些條件可能是四方面的 首先第一可能是因為一種穩定性 例如我覺得這條橋是穩定的 所以我才會走過去 我相信這班火車真的去上海我才會上車 第二可能是因為權威 例如我相信那位醫生在某某大學畢業 所以我相信他真的知道怎樣醫我的病 第三是真誠 例如那位老師應該不會故意教我錯的東西 第四可能是因為善意 例如當兩個人結婚的時候 他們彼此相信對方是愛自己的 所以不會捨棄自己欺騙自己 這些條件可以幫助一個人建立一個堅定的意見 相信這個事情真的會這樣發生 而信心的對象可以是在自己身上 例如我看到自己身體健康 於是相信我會長壽百歲 信心的對象亦可以是其他人 例如我看到這個人既有勢力 亦對我非常友善 我相信會得到他的幫助 所以簡單地說 信心可以藉著一些觀察和經驗而得到 而信心和信賴有點相似 信賴亦包含一種堅定的判斷 不過信賴是一種態度 他讓人全心地依賴另一個人 因為經過他的判斷 認為對方願意幫助自己 於是這種態度包含一種委身交託 在這個關係裏面 我們看到有雙方 一方是我們投以信賴的那一位 我們在他身上可能發現到的條件是 第一 他真的有能力幫助我 第二 他亦都願意幫助我 因此使我能夠對他懷有希望 相信他真的可以幫助 而關係的另外一方就是 我要信賴對方的話 我應該有的內心態度 首先第一 我應該要清楚知道自己真的需要幫忙 第二 我要讓對方知道我需要幫忙 並且接受他的幫忙 因此在這裏包含一種 我最要謙信自己的態度 是一個個人的選擇 我要不要接受這個幫助 在這裏我們舉出最好的例子就是 聖女小德蘭 她知道為了誠聖 她不可以依靠自己 因為她太渺小量 太無能為力 於是她仰望天主的幫助 全心委託給天主 至於信賴得正確與否 就存在於我們對於對方的認識 是否足夠 並且亦都要考慮 對方作為一個人 他可能能力不足 或者是人心軟弱改變了 因此我們這份信賴又可能會落空 至於信賴天主 我們可以說 第一 在於我們是否真是認識天主 認識祂的慈愛 還是我們將自己的缺點無病 放在天主身上 因為祂痛恨我 因為祂改變了 不再愛我 這些都只是人的缺點 但對於天主來說 祂的愛是永遠不變的 對於我們要投靠的這位天主 我們可以說祂是絕對值得我們信賴 因為第一 祂是我們的天父 耶穌教我們祈禱 稱天主為我們的天父 而聖寶錄亦都在加拉達人書地說 天主的子女 天主派遣了自己而子的聖神 到我們內心喊說 阿爸父我 第二 天主絕對不會允許任何惡事發生在我們身上 除非這件事為我們自己 並且為世界有更大的益處 聖寶錄中圖又在羅馬人書地說 天主使一切協助愛他的人獲得益處 第三 我們知道天主絕對不會給任何惡勢力勝過我們 相反 我們知道我們靠著天主的德能 能夠勝過一切 羅馬人書裡聖寶錄又說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格主 是困苦嗎 是困逼嗎 是迫害嗎 是飢餓嗎 是赤貧嗎 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 正如經上所在 為了你 我們整日被置於死地 人將我們視作代載的羔羊 然而靠著那愛我們的主 我們在這一切事上大獲全盛 因爲我深信 無論是死亡 是生活 是天使 是掌權者 是現存的或將來的事物 是有權能者 是崇高或深遠的勢力 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 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 即使與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之內的愛相隔絕 最後我們可以說 天主就在我們身邊 坐有我們 因此我們可以作一切的事 羅馬人書聖保祿說 若是天主皆同我們 誰能反對我們呢 菲利百人書聖保祿又說 我乃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 所以我們可以說 說到底 天主絕對可信 因爲祂愛我們 所以 我們對於天主的這份信賴 一方面 它並不是盲目地相信 因爲是基於確切的理由 但另外一方面 我們亦都說 這份信賴應該是無限的 因爲人的思想 不能夠完全地掌握天主的安排 我們剛才說了天主是絕對可信 祂亦都愛我們 願意幫助我們 我們看看這份關係的另外一方 即是我們的內心態度 首先第一 我們知不知道自己需要誠聖呢 另外我們知不知道自己需要幫助呢 我們其實對於誠聖真是無能為力 因爲我們人性非常軟弱 今天我的定志 可能五分鐘之後 我又會再次跌倒 或者我今天已經辦過告解 但是下星期我亦都會再告同樣的罪 因爲人在這一生 仍然受著欲區 私欲偏情 魔鬼 世俗的誘惑 因此我們這一場仗 需要持續不斷地去打 我們靠自己真是什麽都做不到 但是我們相信天主的力量 天主皆同我們 就好像耶穌那麽說 你們來了我 什麽都不能做 那進一步 我們知道自己的軟弱 我們需要讓天主去知道 天主當然知道 不過我們亦都要開放自己 接受祂的幫助 我們要謙信自己 在這裏我們要清楚知道 天主怎麽幫助我們呢 祂可以藉著一些直接的恩寵 推動我們內心 幫助我們 分辨清楚祂的旨意 可能是一個好的念頭 使我們知道我們應該要做什麽 但是同時 祂亦都可以藉著一些人或事 去告訴我們他的旨意 例如我們作為奉獻生活的人 我們有我們的獎相 或者教會的神獎 或者我們工作環境 生活環境 家庭裏面發生的一些大事小事 每一件事都是天主 一針一線地 穿針引線 帶領我們去發現祂的旨意 所以我們應該要開放自己 隨時去注意天主聖神的推動和帶領 我們現在看到天主絕對可信 我們亦都願意開放自己 去跟隨天主聖神的帶領 因為祂會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還有什麽擔心呢 我們可以說我們一無所拒 我們可以放心大膽 即使要面對風風雨雨 或者要暴行水面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一點也不怕 或者我們在神聖的路上會跌倒很多次 但是天主亦都給了聖事我們 我們能夠藉著告解聖事 能夠再一次站起來 藉著聖體聖事的滋潤 我們可以得到力量繼續打這場仗 所以我們說我們真是一無所拒 唯一在這裏我們需要的就是信賴天主 我們需要開放自己接受祂 只需要我們的願意 我們就能夠得到祂的幫助 我們可以看看我們自己個人的經歷 我們看看教會歷史 甚至是整個人類的歷史 我們知道天主從來都跟我們一起 從來沒有捨棄過我們 所以如果天主召叫我們成聖 唯一所需要的就是我們的願意 我們有沒有勇氣去回應天主 接受祂的帶領 走祂帶領我們要走的路呢 明天的我會是怎樣呢 明天的你又會是怎樣呢 真是只有天主知道 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 我們可以信賴天主 天主一定會與我們相皆不利 所以如果我們真誠的信賴天主 我們可以與耶穌一齊在這個風浪裏 在那一艘小船裏 依枕而睡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